在她成熟的画家当中 都要看到她的人生境界 都要看到她的哲学境界 所以我想在蔡博士的心目中 蔡博士的生活境界里面 一定是美好的 一定是喜悦的 一定是快乐的 所以从这几个她的心灵境界里面 看她的话 才知道哇 这幅画怎么穿得这么喜悦 这幅画怎么浪家喜欢 这幅画怎么我不看不厌 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够欣赏到蔡博士的话 我顺便把皮卡索的话 留留给她简单的对照 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跟深刻的来博士 这是我想 还跟深的东西 在等待我们每个人 就挖出出来蔡博士 她的画中的意向 画中的美感 这是我今天简单的 做这样的简单评设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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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梁怀茂教授的评论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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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